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胖饺子的频道 我已经很久没有给大家拍视频了 这期视频呢 我们来看拼多多上的美妆产品 大家都知道拼多多来北美了 哇 我今天又素颜 I'm sorry 我已经很久没有拍视频了 希望这是一个很简短的视频 拼多多来美国了 这支视频呢 没有推广 所有的产品都是我自己买的 拼多多来美国了 买起来真的太方便了 我个人只下过一单 但是下个月以后可能每个月我都会下单 它的上面的东西呢 质量真的是属于中等偏下 就是我下的这一单 我不仅下了美妆产品 我还下了一些其他的东西 我们先来说一下我的复制 我呢 现在是在新泽西 比较靠北 我的复制现在是算冬天吧 我现在是混油 梯子会出油 下巴会起豆 然后有斑 然后有肤色不均 有泛红 有深深的豆印 目前是这么个状况 然后我最近这个闭口好了很多很多 但是还有一点点还在努力恢复中 我会把我这次拼多多上买的所有的东西 我会放到信息栏里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但是仅供参考 拼多多上的东西就是属于物美价廉 物美还不能算是物美 属于中等吧 中等偏下 它跟事实上是差不多的 嗯 事实上的东西也是蛮便宜的 嗯 我在事实上已经下过好几单了 然后拼多多来了美国之后呢 我估计shin我应该不会再下什么单了 拼多多上的东西 嗯 感觉就是样数特别多 小物件小可爱的QQ的小东西还是蛮多的 嗯 试音上呢小东西比较少 试音上的主要的衣服类还是蛮多的 嗯 这就是我对推多多和shin的一点点感觉 试音上的产品呢 就是价钱也还可以 质量呢属于中等 但是拼多多上的东西呢还是蛮便宜的 相对shin上来说 但是它的这个质量呢属于中等偏下一点点 嗯 以上呢存属于我个人的感受 我没有接过任何的赞助商 然后这支视频呢所有的东西也是我自己买的 这支视频所提到的所有的东西我会打在屏幕上 也会打在信息栏里 嗯 仅供参考 废话太多了赶紧化妆化妆说不了我这个素颜的脸 买了一个小小的primer 这个primer写的是photo focus 嗯 感觉它像是呃 谁家的 Widenwell家的一个photo focus的一个primer 那个感觉 然后它呢都是折理 大家可以看到折理的 而且它呢是真空包装 就是它挤没了就没了 然后呢它呢是透明的 这个所有的产品都是新的 我没用过 好 挤不出来 好 可以看到它这个是这种透明折理质地 一下三分之一就没了 不过它这个倒还是蛮便宜的 瞬间变成水状 就是它没有那种折理的那个质地 直接就是水擦到了脸上那种感觉 它这个补水效果不知道怎么样 吸收还是蛮快的 这就吸收了 在它吸收的时候我们来看底妆 这些呢就是我在拼多多上买的化妆类产品 美妆类产品 我们先来看一下底妆 底妆我买的是这个的品牌 叫什么来着我会打在屏幕上 拼多多上应该大部分都是中国来的产品吧 所以说它这上面都会有 大部分产品都会有中文字 它呢叫清透水光 气垫美颜霜beauty cream 哦它这个不叫粉底 它叫美颜霜 建议先清洗粉铺一到两 轻轻按压取适量 多次少量涂到脸部由下往上 由内往外 局部需要遮瑕的部位可以多次按压 好吧 然后它有20克 这是一个粉铺 这是一个粉霜 这是不叫粉霜 叫美颜霜 其实 它长这个样子 我这相机怎么突然间对焦变好了呢 哦这个是这样扭的 哦是粉底 它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是个小粉铺 小粉铺是这种圆圆的 然后焦绵的 这个样子 然后就按压上 咦 带有了花纹 哇 可不可以印到脸上 印到脸上 咦 印到了脸上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 它说这个粉铺要先洗几下 但是我都没有洗 我就直接用了 它说是从下到上 由内而外 嗯 anyway 我就快点给它上完 你们最近好吗 我工作也有四个月了 哇 这个真的是一点遮瑕力度都没有啊 但是我有买遮瑕膏 我们快速上完 一会儿回来 上完了 上了一层 这上面没有色号 它只有一个颜色 总体来说 我的胳膊很累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海绵就比较硬 就是你要拍脸的时候 就是要用点力度 然后把这个美颜霜给它拍到里面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拍上之后 有一点点的光泽 刚才还有阳光的 怎么现在呢 阳光都美了 然后它基本上不遮瑕 黑眼圈还在 然后痘印还在 它唯一有一点呢 就是它有一点点的光泽 而且呢 就是它能叫算服贴吗 可是它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妆感 美颜霜嘛 它可能是一种霜吧 所以说它基本上没有妆感 它遮泛红还是可以的 但是它的整体的遮瑕力度 也就是一成吧 出去买个菜拿它弄一下 还是可以 不过这个包装就是 很塑料 而且我怎么扭不回去了呢 所以说我跟大家说 拼着多上这个质地啊 不是这个质地 这个质量呀 扭回来了 质量真的是 嗯 推荐给油皮 混油皮 然后没有瑕疵的 我买了个遮瑕膏 这个最深的这个颜色 哎 不知道能干嘛 可能是作为修容吧 不过我也有买修容 我第一次用膏状的 应该是用什么好了 嗯 这种浅色的 好像是用来遮黑眼圈的 可是这个颜色吧 我又觉得对我的肤色有点深 这个呢 就觉得又有点浅 可能用于体量 这个就只能用作修容了 不过我也不太喜欢用修容膏状的 遮瑕刷 来一波 我们就先用它遮一下黑眼圈 都还是挺出色的 然后拿这个刷子的背面给它晕开吧 不过这个颜色应该也可以遮一下我的痘印什么的 发红什么的吧 这种 然后应该给它点涂 给它点涂开 这个遮瑕膏 我这地方也会有一些冒烟 是因为我这个加湿器在打着 家里太干了 就是你们可能看到有烟 嗯 这个颜色 来遮这个眼下的黑眼圈 真的是很完美 大家可以看到 但就是 嗯 它这个遮瑕的 高的这个遮瑕力度 可以在 嗯 五成以上 但是 嗯 大家知道我呢 我以前都是从来不遮瑕的人 尤其是还要拿刷子 然后这种膏状的 然后再给它 这种晕开啊 真的 对我来说稍微有点复杂 但是要想妆容美嘛 大家就不要嫌麻烦 就要慢慢的都给它涂开 下面这个大豆子 就应该什么遮瑕都 给遮盖不了的 总体来说这个遮瑕膏还是蛮喜欢的 是01号 这个叫Foundation Color 好吧 我会把所有的产品信息打在屏幕上 然后也会把价钱打在上面的 然后当然遮瑕完了 当然要定妆了 这个就是一个定妆粉饼 我曾经说过再也不买定妆粉了 所以说以后你们可能看到的都是定妆粉饼 然后这是一个粉铺 这个粉铺呢 也是那种薄薄的海绵状 是这个样子的 它是透明的 白色的 上面有个小镜子 它的这个包装倒是蛮美的 就是白白净净的 但是也是塑料质质 而且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 这上面的鸭粉呢 那个边边就是很粗糙的样子 它肥不肥粉 一点也不肥粉 瞬间变成了雾面 把遮过匣的地方和梯子部分都定一下 它的定妆效果不知道会怎么样 等到夏天的时候可以试试看 瞬间就是感觉雾面柔焦了 遮盖毛孔力度很好啊 这一块不怎么肥粉一点点 阳光又来了 这一块随身携带就是夏天的时候 出油的脸啊 这样拍一拍 应该是蛮不错的 瞬间就变成雾面了 而且这个大毛孔都遮了 突然间看这种雾面的脸 它有点不太习惯 这个买的也还是不错的 然后这个粉铺就是在里面 这样扣上 不过它有一个那个小隔层 你也可以把这小隔层放上 然后呢我的步骤呢就是修容 修容 修容买了是这个小盘子 是三色的 先看一下它的外表是这种 nude的颜色 奶茶色 然后也是塑料质地 然后也有个小镜子 然后它是这样的 这是修容 然后中间是一个高光色 带有shimmer的 然后最这边是一个雾面的白色 不知道怎么用好 反正我就用修容和高光 看看这个修容 非不非粉 很上色 有点粉粉 少两多次 好长时间没化妆了 我现在就是上班都不化妆 手法都生疏了 这个颜色还是不错的 一点点非粉 给我这胖胖的脸 遮一下 双下巴遮一下 晕开 晕的还是蛮好的 就是很容易晕开 这个修容蛮不错的 还挺喜欢的 一会上一下它的高光 再感受一下 接下来买了个腮红 腮红也是这种粉嫩粉嫩的 然后它是这种渐变色的腮红 而且这个腮红上是有细闪的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 我们上脸试一下 也有肥粉 少一点少一点 腮红的颜色蛮不错的 也很容易晕开 很长时间都没上腮红 上色度也是蛮厉害的 有没有上的对称点 这个光纤在这里看到这个太阳 这个腮红也还不错也还不错 这个腮红还是蛮美的 然后我们上一下高光 高光刚才说了 就是还拿这个盘上高光 我看一下这个中间色的高光 它属于那种偏金 Golden Moonlight那种的 哇这个上色度有点狠 好长时间不化了 这个量没掌握好 不过大家可以看这个光光还是蛮可以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吧 这个高光有点显粗糙 就是会有点显毛孔 就是不够细腻 而且我刚才上的时候 就是上着高光的时候 它会跑到这个旁边的修容这 mix anyway就是还可以把这个 这个口红可厉害了 我买了两个两种 actually 我买了两种 一个是胶囊的口红 觉得它特别好玩 然后另一个呢就是在抖音上特别火 然后也有很多博主就是做过视频的 懒人丝绒雅光口红 质地柔滑 风盈 保暖 保暖是什么 饱满 丝绒的质感 呵护双唇 均匀显色 它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这种在嘴上咬一咬就可以 这样转开的你看 那我们就咬一咬 哎呀 这么方便 但其实没有云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上嘴唇 下嘴唇 嗯 这个地方需要修整一下 颜色还是可以的 我们稍微给它修整一下 对焦 嗯 就是还是没有瞄到这个上嘴唇 就是没有给它画出来 会显到就是唇部比较饱满 但是它的这个上色度还是可以 我们可以看一下 用这个再继续补救一下 嗯 哇 这个可真是哈 厉害了 我把它先都拿出来 它是这种小胶囊的形式 也太可爱了 这个随身袋真的是好方便 随便打开一个 蓝色的 哦 蓝色的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给大家都试色一下 但是你们也可以看到它这个质地 也不怎么样 而且它只有这么点 不过倒是蛮好看的 哦 这个是这个颜色 有点偏粉了 我们再看这个大红色的 当然就是大红色了 这个都要轻一点 太用劲了 还是怕断 当然它特别cream那种质地 这属于冷调红色 这个应该能特别显白 看这个淡粉色 嗯 这个也是 哦 这个又是这种的 这个会又有点 又有点淡的 冷调红 看这个粉粉的 哦 这个就有点那种奶茶棕色了吧 哦 对 这个有点nude的颜色 裸色系 裸色系就是有种病的感觉 我们看这个橘色 橘色 哦 这个颜色不错诶 适合秋冬 这是红棕色 嗯 就赶上大牌的那个红棕色了 没想到这个颜色不错 黄色 哦 这个也是 裸色一点 这也属于那种裸粉色 我每次开开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这个盖上都会沾一点 这个包装有这个包装的B端 哦 这个颜色也不错诶 这属于偏橘一点 嗯 这个颜色也蛮漂亮的 偏橘一点的 看看紫色 哎 又沾上了 哦 这是什么颜色 属于梅紫色 对 这个是梅紫色的 梅紫色的颜色 这个橘色有没有试一下 这个橘色 哦 这个橘的我应该试了 好像是那种 这个橘色和这个是一个颜色 对 我试过了 好吧 上什么颜色好呢 就上这个橘色的吧 然后把它盖掉 就是涂到这个嘴 唇的上面 我们对焦到我的脸上 这个橘色还是不错的 可以 适合现在秋天 但是这些颜色都还蛮可以 除了这个前 三个这种稍微偏粉了 稍微偏 芭比粉了一点的这个第一个 其实我觉得这些都可以 然后这个裸色稍微有点病一点 其他的都还是蛮好的 这个挺好挺好 接下来我们来画眉毛 眉笔 我买的色号是Soft Brown 然后它有搭 它有带一个小刷子 它呢 是这个颜色 新的可能不太上色 Soft Brown 我们赶紧画个眉毛马上回来 哎呀天 太阳也要眉了 赶紧画眉毛 眉毛画好了 眉笔很上色 Soft Brown 颜色还倒是蛮好的 很上色 然后你们画的时候要小心 性价比超高 眉笔画完了 接下来就画眼影 买了个眼影盘 小面包 好Q啊 好可爱的 小面包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颜色 带个小镜子 小面包的这种颜色 上面还有 嗯 不同的花纹 鸭纹 它就属于那种 呃 奶茶色 裸色系 跟Colour Prop 的那个 Coconut 那个盘 好像蛮像的 我们 先拿什么颜色 打个底呢 先拿 这个颜色吧 打个底 感觉这个颜色 就是跟我的肤色是一样的 然后它也飞粉 阳光没有了 可怎么办呢 你们都看不到这个眼影的颜色了 眼影打了个底 然后 然后我们再用这个颜色 眼尾 然后这个是眼线 中间的这个是提亮色 只有中间的这个是提亮 然后这边的这个带一点点细闪 但是中间的这个是 提亮啊 打亮色都还是蛮不错的 我们先来画这个 大地色系 上班日床妆容 这个刷子怎么扎眼睛了呢 这是我最爱的刷子呀 为什么会扎眼睛 嗯 我给它晕开 还可以 然后我们再用 这个最深的颜色 当成眼线的颜色 它上面的每一个都压纹 都都特别好看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 它的每一个压纹都还是蛮好的 画个眼线 这个颜色根本画不出眼线的颜色 这个最深的 就是不太够深 我已经尽力了 哦 镜头里还是能看出一点 画出了这个眼线的颜色 嗯 我已经尽力了 然后我们用这个最亮的亮片色打在 眼头和眼中 它也属于那种偏粉的打亮色 蛮上色的 打一下卧蚕 然后我们把所有的都晕开 画好了很很清淡的一个眼影盘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我的这个眼影 很清淡就是还是国内比较喜欢那种清淡款 我还是比较喜欢美国人那种浓烈款的 但是还可以 你们觉得呢 接下来画眼线 眼线我买了两支 这是一个眼线笔 是真正的眼线笔 它的色号是什么 棕色 买了一个棕色的眼线笔 我觉得棕色还是比较自然一点 就是如果特别黑的还是比较突兀一点 然后这个呢就是特别黑的 这个呢就是黑色 但是我买这一支的原因呢 是这上面带一个小爱心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 给你们点一下 有一个小爱心 我还自己配音 给它点到眼角这 好可爱呀 好喜欢我从来没买过这种的 一个老阿姨竟然把妆化成了这样 anyway 还是蛮好的 然后这一边呢就是它的这个黑色的眼线笔 对 就是还是蛮流畅的 但是呢今天我们要在眼睛上真正画的呢 对 今天我们要画的是这个棕色的 画个眼线马上回来 眼线画好了 给你们看一下 棕色的眼线 就是比较自然一点 接下来就是睫毛膏 买了一个睫毛膏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头 简直就是我特别喜欢的那种 小细到不能再细的头了 立马感受一下 我先要夹好睫毛 这个睫毛膏是我用过的最不喜欢的一只 别看它的那个头是那么的小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睫毛 画了个美画似的 你用这个睫毛膏呢就必须得是你的 睫毛本身的条件比较好 比如说你 嫁接了睫毛或者有假睫毛然后你再上 还是可以的 你如果是本身你的眉毛条件不好 想寻求这个睫毛膏来给你牵长 然后变浓那是不可能的 画下睫毛倒也还凑合 但是不喜欢 这是我所有产品里最不喜欢的 完妆 我去弄一下头发 马上回来 天都黑了 我对面就是那种微弱的从窗户里过来的光 你们可以看到周围都是黑的天哪 以后我应该先拍一个封面照 然后再开始录视频 现在光都没有了 我们来快速总结一下 primer这个primer还是可以的 哲理质地 然后擦到脸上特别水 然后吸收还快 它的保湿功能我就不知道了 然后这个呢是这叫美颜霜 如果你的皮肤肤况比较好 没有瑕疵 然后你们属于混合或者偏油皮 你们可以尝试一下这个美颜霜 还是可以的 但是对于我这个瑕疵皮来说 它的遮瑕力度只有一成 这个修容还是可以的 特别容易晕开 我是黄二白也比较适合我这个肤质 但是这里面的这三个颜色呢 这个只有这个修容还能好一点 然后这个高光呢就是会使毛孔出来 这个毛孔会比较显得不太好看的 这么一个高光 然后这个白色没试过 这一款腮红呢还是可以的 就是它上面有shamer比较适合 夏天吧 然后一定要少亮 它这个比较上色 但是还是蛮容易晕开的 颜色还是可以的 这个粉饼 这个就是这叫什么 定妆粉饼 对 这个定妆粉饼还是蛮好的 蛮喜欢的 推荐给油皮 夏天的时候 带到包包里 然后随时定妆 瞬间变雾面 然后还隐形毛孔 嗯 还比较柔胶的那种效果 这一块比较喜欢 然后说一下这个遮瑕膏 呃 其实它叫Foundation Fall Color 就是有半Foundation的那个质地 我用的是这个颜色 然后它的遮瑕力度还是可以的 属于中等偏上 但是呃 都知道它遮瑕膏就需要点涂 然后慢慢晕开 它的遮瑕效果才是很好的 如果你着急就不要买这种遮瑕膏形式的了 说一下这两个眼线笔还是很好的 如果它的这个有个小爱心 这个如果有棕色的黑色的爱心 然后棕色的眼线笔 我肯定就是会买这一个了 然后这个棕色的眼线笔也是很好的 呃 出水量呀 画起来也是比较容易的 比较适合新手 而且棕色眼线笔比较自然 这个眉笔呢就无功无过 性价比超高 如果你们没有眉笔可以选择去买一根 然后这个眼影嘛 那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好看的包装 然后比较日常的这么一个大地色系 如果是想化淡妆上班妆容 可以试试买这一个还是蛮不错的 最后说一下这个胶囊的这个口红 还有这个 抖音上火了的这个口红 这个呢就是如果你的 你想要那种可爱的小小的唇 你就可以用它 因为我刚才上的时候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它的外缘是碰不到的 你需要自己 修整才可以的 不是像人家抖音上的那种啊 一咬就好的 然后这个小胶囊的小胶囊的这个口红真的是太好了 你们赶紧去买 又方便携带 然后价位还是可以的 然后每个颜色也还是很好的 它的唯一缺点呢就是它 就是开的时候 打开关上的时候一定是会蹭到它那个小盖子上的 其他呢没毛病 但是还有再就是夏天的时候你们要小心 可能会断哦 因为它特别creamy 我嘴上的这个颜色呢就是这个橘色的 以上呢就是这支视频的全部内容 不知道你们在拼多多上有没有下单 你们给我留言 拼多多上你们觉得什么买的最划算 性价比最高 我也要买买买 喜欢这支视频的小伙伴们 记得点赞加订阅哦 拜拜 拜拜